在你心目中学霸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一个马尾辫,戴着一副眼镜, 每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在各种自习室里走来走去? 是不是不善言辞,不大说话只知道埋头看书, 更加不懂什么是party? 你眼中的学霸是什么样子? 欢迎评论区里告诉我,我是会一一回复的。 但是照片中的他却是个重度网瘾少年, 年仅13岁时就可以为了游戏三天两夜不合眼。 他是父母眼中不服管教的孩子, 即使用上棍棒教育,也未能让他好好学习。 谁都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男孩却在两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变, 15岁的他就收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是什么让这位网瘾少年浪子回头, 成为别人眼中的超级天才。 他就是陈丽杰,照片中他站在讲台上, 一头长发显得温文而雅。 对于他的印象,很难和学霸这个词联系到一起认识下这位计算机大神。 陈丽杰。 1995年,陈丽杰出生于浙江省胡州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小时候的陈丽杰成绩并不突出, 只有数学还能称之为不错, 那时候的陈丽杰还不是学霸, 也没有人能想到未来的他会在信息领域有所发展。 生入初中之后,陈丽杰和同龄的男孩子一样, 喜欢打游戏,看动漫, 有着那个年龄段的叛逆,调皮,根本无心学习。 在这之前,他还会忌惮父母,控制完游戏的时间, 生入初中之后更加沉迷游戏, 成为了父母口中不听管教的孩子。 陈丽杰是名副其实的网瘾少年, 喜欢音乐节奏类的游戏, 为了在游戏中的排名能够靠前, 他曾坚持三天两夜没有合眼, 一心为了挤进世界排名Top100。 这样一位男孩仇坏了他的父母。 有一天,陈丽杰突然告诉他的母亲, 游戏也就那样,没什么新意, 一直玩下去也没意思, 不能当饭吃,要是一直沉迷游戏,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去电疗见网也了。 初三,他开始对编程感兴趣, 靠网上的资料和视频自学, 也参加过一些竞赛, 不过成绩并不理想, 没有泛起什么水花, 反而拖累了其他科目的成绩。 好生的陈丽杰在竞赛中失败后非常失落, 他也看到了自己与优秀选手的差距, 认清了自己的实力。 父母看到陈丽杰如此沮丧, 心存幻想, 以为他会回归正途, 没想他更加勤奋。 陈丽杰知道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 因此需要更加努力, 唯有苦下功夫, 才能取得成绩。 当身边的同学都在偷偷用手机 跟女同学聊天的时候, 陈丽杰的手机里却只有OI和VCM的题目。 当大家玩耍放松的时候, 陈丽杰却在机房吃着泡面刷着WA, Wrong answer, 陈丽杰觉得和电脑在一起的生活 是很幸福, 很开心的。 进入高中之后, 陈丽杰的老师非常支持他学习编程, 计算机教室的老师还给他机房钥匙, 让他去机房使用电脑。 班主任要求他保证正常的出勤之后, 就可以学习编程。 这样的支持更加坚定了 陈丽杰学习编程的信念。 在2010年的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 陈丽杰获得了最高分, 斩获浙江赛区的冠军。 面对这样优异的成绩, 陈丽杰的父母便也不再反对。 取得冠军之后, 陈丽杰被浙江省队录取, 他作为省队队员, 参加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凭借第四名的成绩被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 之后的2012年, 2013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 他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这时的陈丽杰也成为了国家队的候选队员。 此后的国家队选拔比赛, 陈丽杰再一次取得第一名, 正式成为国家队队员。 当时的王尹少年姚申仪变成了香波波, 当别的同学还在奋力苦学的时候, 陈丽杰已经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 但是他觉得自己基础不牢固, 直接去上清华会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因此拒绝了清华的录取。 同年7月, 陈丽杰代表国家在布里斯班出战, 并在第25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得金牌。 我们国家距离上一次夺得金牌已经有五年之久, 面对这一次的冠军, 大家异常激动, 很多国人都在称赞这位天才少年, 陈丽杰也因此名声却起。 高三的时候, 谷歌的人士向陈丽杰发送了实习邀请, 但是陈丽杰认为现在开始工作为时过早, 并且影响学业, 因此他拒绝了谷歌的实习邀请。 这样一位少年, 让身边的同学佩服不已, 在机房里吃泡面的男孩不再默默无闻。 高中毕业之后, 陈丽杰来到了清华大学就读本科, 并进入了清华尖子班, 交叉信息研究院清华尖班。 进入清华就足够让人羡慕了, 陈丽杰的清华尖子班更是旁人无法企及的, 毕竟一个尖子班的人数才几十人。 进入清华尖班之后, 陈丽杰有了危机感。 在这里, 优秀的人比比皆是, 他在操场思考未来的时候, 同窗好友已经在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 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上发表了论文。 这样优秀的同学, 激励着陈丽杰不断前行。 在唐平中教授的旁听课中, 陈丽杰顿武, 从竞赛模式转变成科研模式, 并在唐平中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 跨出了科研生涯的第一步。 大学期间, 陈丽杰的各科成绩优异, 成绩单还在网络平台上被称为网红成绩单, 各科成绩几乎满分。 到了大三, 陈丽杰便开始大战身手了。 不仅在COAT2016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顶级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文章, 还亲自前往纽约会场做了两篇口头报告。 回国不久, 陈丽杰再次收拾行囊, 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交换学习。 陈丽杰的教授有一个习惯, 每次布置课后作业的时候, 总喜欢多留意到他本人正在研究的问题, 目的不是要求学生去解答, 而是想鼓励学生们开动脑筋去思考。 当时陈丽杰就对教授留的附加题特别感兴趣。 并用三个星期的时间, 解答出来了教授和团队一年都没有探讨出来的问题。 陈丽杰得到了教授的表彰, 同时也被周围的同学所熟知。 他在麻省理工交换学习的四个月里, 学习了理论计算机的三个方向, 完成了较高水平的四篇论文。 这样高效率的成绩很少有人能做到, 但是陈丽杰可以。 优异的成绩也让他申请到了清华特等奖学金, 要知道每年的特等奖学金都是高手对决。 陈丽杰一直都觉得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十分优秀, 觉得自己不具备参选特奖那种超一流的水平。 如果不是辅导员邝仲宏建议和鼓励, 陈丽杰压根就没想过要申请特等奖学金。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 能拥有谦虚的态度是很好的。 特奖评选的前一天, 当其他候选人忙这位答辩做准备时, 陈丽杰淡定自若地关注着朋友圈中的时政热点。 答辩时穿的那套正装, 还是他答辩前一天临时找同学借的。 陈丽杰答辩时有几个动作特别明显, 快速地眨眼, 扶眼镜, 撩头发, 手指敲打桌炎, 这些动作给在场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答辩结束之后, 他在门口碰到一位相识的同学, 陈丽杰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觉得希拉里是不是左派? 这一问, 把那位同学问猛了。 2017年, 大四的陈丽杰发表了 可以解决计算机某些领域重要问题的论文。 大学毕业之前, 他已经在各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四篇学术论文, 一篇获得埃森会议最佳学生论文奖, 还有一篇获得了ACM计算理论年会STOC Danny Lewin最佳学生论文奖, 并在毕业之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这时的他年纪22岁。 在这之后, 陈丽杰又发表了学术论文近十篇, 并在多个学术研讨会做过学术报告。 陈丽杰发表过很多优秀的文章, 慕名而来找他合作搞科研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而这一切都正合陈丽杰的意愿。 他自己也曾在采访中说过, 喜欢和别人合作, 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灵感, 这样也可以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 寻求问题的意义所在。 清华大学摇班的同届学生说, 如果要我想象天才的样子, 那么我的脑海里一定是陈丽杰的画面。 从清华本科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陈丽杰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学霸, 网瘾少年也成了计算机大神。 在搞科研之余, 陈丽杰每周都会去健身房健身, 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打游戏。 陈丽杰并不像外人想象的学霸一样, 他个性鲜明, 爱好广泛, 还有一头极具特色的长发, 给人印象深刻。 陈丽杰曾说, 这么多同学在科研上前赴后继, 不禁让我想起姚先生的一句话, 现在是计算机科学的黄金时代, 也是全人类的黄金时代, 能够站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 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我梦想能够成为黄金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 现在的陈丽杰就是计算机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不断翻滚着, 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 在科研的海洋中任意遨游。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记得点赞, 关注, 您的鼓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见。